但是如果我們剛剛選中的這個競選名單呢 今天說是正二人但 全中團隊現在反正不來是民主團隊 才說是正二人才會的 他們完全畫錯重點 我看到他們公佈我團隊的名單 這些都是經過民意的洗禮 民眾投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都是透過自己的努力 問政的表現得到民眾的肯定 這跟他們的團隊是完全不同 而且他們也絕對不會 遮蔽自己的家庭背景 也不會因為公佈在我的團隊而氣得跳腳 更不會將他們名單塗黑或是封存 也不會說這是機密 文院長請問一下 就是上週六是不是有跟王經民院長來吃飯 那他好像在會中有特別提到說 民還不太夠接地氣 那論述主軸不夠明確 那未來有希望會怎麼調整 然後才可以獲得決定認同 王院長一直給我很多的提點跟建議 我都非常感謝 其實任何人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我們都很虛心的接受 我們也都很感到謝謝他們 願意給我們這樣的意見 我們就是持續的積極勤走 一步一腳印爭取市民認同 那未來會就改變你自己的打法嗎 我想很多的建議我們都會做調整 我們就是盡最大的力量爭取市民的認同 那想問一下公督隆昨天開記者會指引你就是沒有交立法院相關的評鑑的資料 只聽黨議還說你就是國民黨的狗 你怎麼看 我們在立法院就是站在人民這一邊 積極為民眾罰聲 所以不管是在法案政策的推動 勞基法的修法跟勞工站在一起 身心障礙者權力保障法衛生權者發聲 我想這些都很清楚就是選擇和人民站在一起 其實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當然我想他不管在臉書的發文在行程的安排 都跟我們過去所認識的陳時中一直在變 一直不一樣 所以當然這個可能是他們團隊給他的建議 但對我們來講我們就是時鐘如一 就是持續勤走一步一腳印